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一定会谈九二共识 一定会谈和平统一 可是这一次九二共识不见了 也没有谈到和平统一 只谈了要坚决的打击台独 然后要促成统一 从和平统一到统一 而不谈九二共识 它代表了什么样的含义呢 很多人就提到 那统一的日子应该是近了 而统一也不再限定是过去所谈的和平统一的模式 那既然和平统一的门已经关起来了 那接下去就只有武统的这条路了 那武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呢 所以最近大家非常关心 如果将来要走向武力统一的方法 那武统的模式到底是什么 我今天要特别提出来两个在武统模式里面 特别受到关注的两个很重要的模式 一个叫做私狼模式 另外一个叫斩首的模式 私狼模式跟斩首的模式各有各的特点 大家记得吧 我在一年多以前我就提到了 我说两岸最后势必走下统一 而两岸走下统一的方法 应该是武统开始 合统结束 那为什么是武统开始 合统结束呢 因为没有武统开始 合统根本无法形成 所以只能够以武逼合 那为什么要合统结束呢 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人嘛 大家既然是中国人 那就不要搞到最后武统结束嘛 而且如果合统结束的话 那美国就没有介入干预的空间 美国也没有介入干预的理由 所以武统开始合统结束 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 符合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中国人帮中国人的一种统一的模式 好 那现在我们来谈 如果在武统开始合统结束的 一个大原则之下 那私郎模式是不是体现 这个原则的一个具体的模式呢 最近在八月 解放军要在南海进行演习 而日本的媒体共同社就揭露了 说解放军在南海演习 他的假想敌呢 是台湾管理的东沙岛 为什么说是东沙岛呢 因为东沙岛战略位置很重要 他离台湾440公里 而基本上东沙岛上面 他只有两个中队的海警在助手 火力很弱 所以如果解放军要夺岛要拿下东沙岛 那轻而易举 就是一两个小时之内的事情 那一旦拿下了东沙岛 那他就等于掐住了台湾跟太平岛中间的关键的枢纽 也等于掌握了经过马六甲海峡到南海到西太平洋最重要的海上运输的生命线 所以对台湾的台独集团产生的政策效果是非常大的 这个时候就可以以武逼谈了 就可以以武逼合了 那两岸之间以台独设立内人的一个本质 最后很可能和平统一收场 那为什么敢说这一个是所谓武统开始 和统结束的一个具体的呈现呢 那我们就来谈谈什么叫私郎模式 私郎的模式出现在清朝的康熙皇帝 康熙22年7月8号这一天 这一天其实就整个台海来说 它是个台风纪的一个季节 随时可能有台风 私郎当时汇集了几百条的军舰 两万多的水兵 浩浩荡荡的往澎湖岛出发 这个澎湖岛就是台湾的泥岛 当时澎湖岛上面 驻扎着台湾的民政政权 最强大的水师部队 这个水师部队 是由明朝的大将 叫刘国轩所带领 刘国轩当时认为 私郎的水军远道而来 他要先立一个马威 所以第一仗 他把私郎的水军打败了 打败了以后 他的部下都劝刘国轩 要乘胜追击 可是刘国轩认为不需要 他认为台风快来了 台风自然就会把私郎的水师给赶走 所以不需要 亲近远征 结果没有想到 刘国轩所期望的台风 始终没有来 台风没有来 而私郎的水师经过了短暂的修整之后 重新卷土重来 把刘国轩的水师给打败了 而整个在澎湖的民政的水师 可以说是民政大军里面的灵魂的角色 那刘国轩败了 退回台湾本岛 台湾本岛的郑克爽 郑成功的孙子 你还有什么能力能够抵抗私郎的大军呢 所以当私郎对台湾喊话 希望郑克爽能够投降的时候 郑克爽听了他的岳父 也是当时民政里面 最有权力的大臣冯熙焕的一个主张 就决定向私郎举白旗投降 所以私郎进入台湾本岛 可以说叫兵部雪楞 不战而屈人之兵 那一次的中国统一之战 其实就是武统开始 合统结束 而当时武统开始的部分 就在澎湖打了这场海战 这场海战 说激烈也算激烈 如果今天把澎湖转移到东沙 基本上东沙的防御力量 就是两个中队的海警部队 那要比当年民政在澎湖上 刘国轩的水师大军 那要差得太远了 所以这个武统开始的难度 要比当年康熙22年 私郎攻台的一个武统开始 很明显的解放军拿下东沙 要容易的许许多多 而如果说这是一个四郎模式 为是未来两岸之间 统一的一个具体的模式 是一个武统开始 合统结束的具体的呈现的话 那我要再谈另外一个 可以替代的模式了 我记得在前一段时间 新党前任主席郁慕明 曾经提到两岸统一的模式 他说他非常不赞成 有人提到说 大陆采取穷台困台锁台的方式 逼着台湾吹油投降 大家可知道 台湾的经济的口袋是很深的 你要围台困台锁台 它会有两个非常大的缺点 第一个叫旷日费时 因为要逼到台湾投降 那可能要有一段时间 而这段旷日费时的时间 你不是就给了美国跟西方反华势力 介入干预的机会吗 你也给了他介入干预的空间吗 好 第二个 台湾内部有很多人是要读的 但是也有人要捅的 也有人根本茫然不知所措 谁西瓜号大边的 因为统一的压力一来了 这些人可会倒降捅的 可是你一古老的来了一个 一个封台锁台穷台 你不是善恶不分吗 你不是把知识统一的也一锅端吗 所以郁牧民就特别提到 他认为斩首模式是可以考量的 什么叫斩首模式呢 在古时候我们说啊 在万军之中取上将首级 如探狼取物 我们说秦贼先秦王 射人先射马 其实就是斩首 大家记得吧 在西汉的时候 大汉要去经营西域 当年副戒指去斩首了楼兰国王 使楼兰国是要投降 这就是斩首的具体的例子 当年汉光武的刘秀 守住昆阳城 就五万人 王莽的弟弟王凤 带着大军五十万 把昆阳城团团包围 当时刘秀采的方法斩首 我把对方的主帅斩首 斩首的结果五万 打败了五十万 中国历史上 斩首的故事非常非常的多 那谈到了近代 美术用的斩首的手段 那就更多了 在苏联阶梯以后 俄罗斯跟车臣大战 1996年 当时候俄罗斯用斩首的方式 斩杀了这个车臣的总统 所以打败了车臣 那美国用斩首的方式 海豹特种部队 把本拉登给杀掉了 甚至最近又把巴格达迪 给杀掉了 巴格达迪被杀掉以后 IS组织就等于垮掉了 而美国在最近 不是曾经用无人机 把伊朗的革命卫队的司令 苏莱曼尼给杀掉了吗 这个也叫斩首 最近美国又把委内瑞拉的总统 马杜罗通缺 通缺 列为毒贩 我认为这就是斩首的前纵 所以美国是非常擅长用斩首方式的 那斩首方式有三个重要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 他一定出动特种部队 第二个他一定用卫星定位来找到被斩首对象的行动 第三个他一定用导弹做精准的打击 绝对不滥伤无辜 绝对不扩大打击面 所以斩首有三个内涵 你知道蔡文最怕哪一种吗 蔡文最怕的就是斩首 所以蔡文每年都要做好几次的反斩首的演习 蔡文本身也组建了一个有加强营规模的反斩首行动部队 而蔡文所配备的像是红绳火箭炮 像是云豹装甲车 黑鹰直升机 其实都是他反斩首部队里面重要的武器的装备 就斩首来说 就是擒贼先擒王嘛 就是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战嘛 那这一来的话 台独首二被斩首了 你认为以台独那个捞走 设立内人的窝浪像 你认为他不会忘风投降吗 甚至解放军还没有斩首之前 很可能这所谓的反斩首部队 就先斩首了对象 然后向解放军请攻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施狼模式跟所谓的斩首模式 其实都要比所谓的困台穷台锁台 这一种旷日费时的做法要来得更好 而且如果能够在很短的时间 在两个礼拜或二十天之内 达成了和平统一的结局 你认为美国还有干预的空间吗 美国还有干预介入的理由吗 所以为什么我提五统开始和统结束 其实是有它一定的道理的 也就是考虑到中美大国博弈 以及国际现实 以及两岸的现实 所评估出来一个两岸达成统一的 一个最好的具体的呈现 今天谈到这个地方 那我们下次谈